這個創新是以生態友善的 結果這一次的資金區 國發會的資金區的示範條例 這裡面幾乎都是以松綁來當作 它的整體的一個制度的方向 所以我們覺得就很錯亂 國發會你到底是要推動一個 是以松綁的方式來當作所謂的創新 還是以一個更嚴謹的 綠色經濟為主的一種創新的模式 這兩種創新是完全不一樣的方向 結果你居然都要 那我們就好奇 你那個10月要推出的綠色經濟政策 到底是玩真的還是玩假的 還是政府是想孤民釣慾 我想這是很嚴肅的問題 就是國家的發展要走向一個新的可能性 要跳出這個泥鬧 政府開了這一帖就不斷的鬆綁 那個鬆綁只會加據很多 剛剛前面幾位提到的 財富排稅還有很多的制度 可能會更加的讓一國變兩區 讓它裡面的差距越來越大 所以我們在這邊嚴謹的提出 就是說請國發會要出來說清楚 講明白 這是到底你要走的是綠色經濟 還是一個以鬆綁為主的自由貿易 這兩者榮獲可能並不是完全衝突 但是現在那個方向的確是有非常大的疑問 所以必須出來講清楚 另外政府在制定這個 至今區的這個條例的過程裡面 顯然已經跟我們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法 就是環境基本法 其實也有很大的違背 那我們就不知道這個法 政府到底是不是可以選擇輕的去執行 所以綜合以上就是說 至今區如果是台灣未來發展的一個重要的方向的話 顯然跟台灣的其他想要發展的方向是錯亂的 政府不能在錯亂的方向中 就是選擇在不同的場合講自己要的地方 因為那個會讓很多 這個裡面的很多重要的配套措施 完全喪失它原來的功能 所以提出這一點就是說 國家的政策是錯亂的 那到底是要綠色經濟 還是不設防的這個制定區 我覺得主管機關 同一個主管機關 國發會要說清楚講明白 我們報告到這邊 謝謝 好 謝謝維杰的說明 我想其實今天的這個記者會 是要跟大家說清楚 有關於資金區的一些條例 對於國土 對於環境 有一些可能具體的危害 不過我想因為他可能看不到一個具體的開發案 我們看不到就一個建築物蓋在一個地方 或是有土地徵收的 有當地有自救會 所以其實好像感覺不出來那個急迫性 可是實際上在現有的規範下 就現在我們有環境制度 有國土計畫有相關的制度之下 還是在台灣產生的各地 不管是環境上面的問題 或者是土地徵收上面的問題 今天這個資金區是要把現在有的規範 通通都不見了 它會產生的問題一定會更多 所以在現有制度底下 就已經產生這麼多我們關心的環境議題 或者是土地徵收的議題 將來在資金區裡面 這些東西連規範都可能會消失 所以今天我們為什麼一定要在這個地方 跟大家做說明的 是因為可能沒有那麼好懂 法規一條一條這樣 可是實際上它會影響 接下來有可能會發生到 一種具體的開發上面 非常根本的核心 後面這張圖是 這是現在 現在有幾個經濟的示範區 然後加上一些園區 我們所做出來的圖 可是當然其實不只這樣的 因為示範區而已 譬如說花蓮縣政府就一直爭取 不關係一直爭取 自己也要趕快把我們花蓮港 花進去裡面 不只是花蓮縣 很多地方都在爭取說 我們也要有自由經濟的這個 自由花蓮的示範區這樣子 我再舉個例子 以後清金農場 有可能已經就是一個資金區 好 來幫各位答案 其實我們都知道 我們國家長期發展 都是經濟掛算 這個法令仍然是個經濟掛算 這個法令 今天我已經改名叫做 國發會的時候 很根本的關鍵 他的政策思考的邏輯 應該要有根本性 結構性的改變 但是我們在這個條例當中 我們看不到 你可以看 這還是以經濟掛算為主導的思維 所引導制定出來的法令 而不是一個掛著名字叫做 國發會的思維 國家發展的思維 所制定的法令 這是一個非常根本的致命商量 所以我剛剛跟各位報告了 他是先什麼 他是先成立資金區 然後再來修改 相關的國土計畫跟管制 針對這一點就非常的錯誤 因為我們長期來都是這麼在做 應該要改變 應該要改變 你不能夠說我經濟部 制定了一個資金區 就要求其他各個部份都一定要買單 我們以前都是這樣在做 交通部以前都是經濟部獨大 不對的 在美國是一定 在德國國外是到都市計畫這個階段 大家再來決定 這個資金區擺在這個位置 適不適當 它到底要受什麼樣的規劃跟管制 你看到我們現在這樣一個制定 我們的都市計畫鐵定還是邊緣化 我們的環評鐵定還是只是當花評 長期來都是這個問題 我們都是附庸 都是邊垂 都是花評 這個條例 依舊延續了這樣的制度 這樣的結構 而且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所以這是過往思維底下 所制定出來的一個法令 當我們都已經變成國法會了 我們應該有不同的國家政策 國家發展的一個重要的思維跟典範 這是舊典範的一個法令 我們需要的是一個新典範的一個法令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要求 應該要把它退回去 應該要從你 從一個新的發展典範 國家發展的典範 大家都來重視 不是只重視經濟 環境也重要啊 土地 基本人權保障也重要啊 應該通盤的 擺在一個公平的位置 大家一起同時來思考 而不是我經濟部 我獨大 我先定了 你們底下 全部給我聽好 全部給我理政策 全部給我以立志的通過 這樣的審查還有它的意義嗎 我們現在就是這樣在搞 過去就是這麼在搞 未來還要繼續這麼搞下去嗎 這是我們提出非常嚴重的一個質疑之所在 謝謝徐老師的補充 那我想我們記者會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看看現場在座的媒體朋友有沒有一些問題要發問